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流行什么 猫头鹰 什么老虎 还有什么 无尾熊 还有孔雀 就是这一些 我觉得这些人格测验其实很厉害 非常的厉害 因为它真的就可以把人好像做了一些很多的分类很多的测验 我觉得真的是太厉害 这些人格测验他们通常他们还会有一些的分析跟建议 比如说你跟孔雀互动的时候你应该要怎么样互动 如果你跟一个哀人互动的话 你应该要怎么互动 有没有 就是它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测验 让你知道你是属于哪一种人 然后你要跟哪那样 你的主管如果是一只老虎的话 你要怎么样跟他互动 所以它有很厉害 所以我觉得这个测验它其实就在反映一件事情 它在反映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的里面 我们都有一个想要与人连结的一个渴望 而且我们想要用一些适合的方式 适合的相处之道 来看看可以怎么样跟他互动 所以我的小孩才会在分析我到底是哀人还是依人 那可是我就发现说 我们现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人际关系 其实是有一点卡住 是陷入僵局或是痛苦的 你会发现说我们不是没有家人 我们不是没有朋友 可是你常常会觉得说 好像没有什么人真的认识我 真的了解我 真的接得住我 现在流行的说法是真的没有接得住我 或者是说好像你发生一些重要的事情 你好像没有人可以说 我会发现好像我们很难跟我们重要的人 说一些我们心里面的话 或是我们好像很难会有那样的一个亲密的感觉 我们大部分的时候 我们好像跟我们 跟我们的重要的他人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都聊一些风花雪月 或是聊像那个邻居怎么样 那个哪一个大神又怎么样 可是如果你要这样真的讲自己里面的那些东西 里面的那些状况 其实有的时候非常的不容易 然后我发现还有一些情况是 你会发现有一些关系 非常的困难 就是你如果你远离那个人 那个重要的人 你会有点思念 甚至你可能会有一些愧疚感 可是你们两个真实的相处在一起的时候 你又觉得好像很容易被他刺伤 我不知道你们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你们靠近的时候 你们又觉得彼此好陌生 只能讲一些旁边的这些 旁边风花雪月的事情 然后外面的这些事情 我们与重要他人的关系 我自己觉得 有的时候我们很像两只乌龟 很像两只乌龟 躲在自己的壳里面 没有连结 然后一旦好像我们要企图连结的时候 我们又好像两只刺猬 互相的在刺对方 然后有的时候又好像是一只刺猬 一只乌龟 那只刺猬他就用尽他的全身的力量 甚至他很生气 他就把他的刺全部都生出来了 想要跟那只乌龟连结 可是那个重要他人 就好像一只乌龟一样 一直锁在他的那个壳里面 没有办法来回应你 所以我就发现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渴望 跟人来连结 我们很渴望那个关系 是亲密的 是自在的 但是我们的理想 跟我们的现实之间 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落差 那市面上教导人 要怎么样来跟人互动 这种人际关系的教材 其实很多 但是其实呢 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圣经 圣经他其实就有对基督徒 要怎么样有跟人际互动 是有很明确的一个教导 那我今天只想谈一个 就是谦卑温柔 那我在看经文之前 我还要先来问一问大家 你想要当一个谦卑或是温柔的人吗 我来问一下好了 我觉得这个题目呢 问姐妹跟问弟兄 可能答案会不太一样 我先来问问弟兄好了 弟兄 弟兄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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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想要当暖男的举手 我老公竟然没有举手 有暖男 我发现而且举手的人 还真的都是教会界的暖男 这是我们教会的暖男 好 那我再来问问姐妹 姐妹们 你们想要当温柔的人举手 姐妹还蛮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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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举手是不是 好请放下 但是我问你一件事情 就是当你想要当一个温柔的人的时候 你会不会开始有一些焦虑 会不会 我记得我以前 在那个遇到那个台北灵阳堂的 那个美妈妈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认识她 然后那个美妈妈 我大概30出头的时候 认识那个美妈妈 她有一天 我就跟她一起祷告 然后就跟我说 她说 啊 丙云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温柔的人 可是你知道我那个时候 非常讨厌这个字 我很讨厌这个温柔这个字 因为我觉得呢 这个温柔 好像就有点软弱 好像呢 如果我温柔了 我可能就没有办法 达到我想要的 就拿到我想要的 所以其实老实说呢 我在那个阵子 我其实没有那么的确定 我想要当一个温柔的人 但是我问大家好 那你想不想要被温柔的对待 想的举手 有了吗 大部分都想 那些没有举手的是怎样 等一下我们可以粗暴的对待他们 所以我要讲这个温柔 就是我觉得我们其实温柔 是有一些迷思的 我们常常觉得这个温柔呢 就是只是 轻声细语啊 你知道我现在在学谁吗 我现在在学珊珊 我们家会讲话最温柔的 我觉得就是珊珊了 珊珊讲话最温柔 我们常常以为 我们常常以为 我们的那个温柔 只是轻声细语 甚至我们把这个温柔 跟那个软弱 是直接连在一起的 可是呢 温柔在圣经当中呢 它不只是轻声细语 也不是退缩软弱 也不是沉默不语 好 我们来看看 圣经里面几处 怎么来谈温柔 那如果你需要圣经的话 你可以举手 我们的招待会很温柔的拿给你 好 好 有吗 有需要那个圣经的话 也可以举举手 好 好 我们要来看 以福所书的四章 一到三节 翻道理后我们就一起来读 好 预备 请 我为主被求的 劝你们 竟然蒙招 行事为人 就当与蒙招的恩相称 凡事谦虚 温柔 忍耐 用爱心 互相宽容 用和平 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 圣灵所赐 何而为一的心 好 以福所书呢 它是这个保罗的书信 保罗他说 他说 我为主被求 你看到他是在下载这个监狱里面 可是你在整卷这个以福所书里面 你看不到保罗他的悲哀 或他的这个怨对 你反而会看见保罗 他是非常的平静跟安详 他就劝告这些信徒 他就说 你们既然蒙招啊 行事为人就应该要与蒙招的恩相称 那我们每一个信徒 每个基督徒 都是在上帝他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面 他就已经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在神的面前 是成为圣洁 没有瑕疵的 所以我们是借着 耶稣基督儿子的这个名分 借着耶稣基督的 爱子的这个血 得蒙救赎 过犯 得以赦免 这个是上帝的恩典 不是我们靠我们自己的 所以耶稣基督 他的得胜 他本身呢 他就不是靠着这个刀剑炮火 他的得胜 是借着他的温柔谦卑 而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保罗他在四章一节 他在这边就讲说 他说我们既然蒙受了 这么大的恩典 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 我们的行事为人 就要与这样的恩典相称 那这个行事为人呢 他在这边其实呢 他的直接的翻译就是行走 就是行走 也就是说我们更接地气的说法 就是说 如果我们要走 跳在这个世界 走跳在这个江湖 我们就必须要可以反映出 我们是蒙神拯救的人 我们要对于上帝 给予我们的这个救恩 我们需要做出一个回应 那保罗在这边指的第一个态度 他指出的第一个态度 就是温柔谦卑 谦卑温柔 那在这边也会看起来 好像是两个态度 可是呢 其实在原文当中 那个温柔这个字 他就已经含运了这个谦卑的这个意思 所以这一段经文在告诉我们呢 下一个小小的结论 就是这个温柔 本来就是反映出 我们是蒙受上帝恩典 成为神儿女的一个特质 所以这个温柔 本来就是存在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 然后而且我们跟人互动的时候呢 基督徒就应该是可以自然的流露出来才对的 那保罗呢 除了在以弗所书提到这个 作为神儿女的第一个性情 或是品格 或是人际互动的这样的一个性情以外呢 他其实也在哥林多后书的十章一节 我们一起来看 哥林多后书的十章一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杯 请 所以在这边你会看到 哥林多后书十章一节 保罗他在这边讲 他用来形容这个基督的仆人 也是要温柔的 那么一个谦卑一个柔和的人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来看主耶稣 主耶稣他自己 他在马太福音的十一章二十九节 他就自己说他自己是柔和谦卑的 而且呢 马太福音他在十一章二十九节 那边讲那个柔和谦卑 跟以福所书这边讲的这个谦卑柔和 他在原文里面 他是相同的一个字根 然后呢 保罗他又在菲利比书二章三节 他用纯心谦卑来形容基督徒的品格 然后呢 又在菲利比书二章八节的 这个同样的这个字根的这个动词 他来讲到耶稣基督他自己的降卑 我们来看 先来看菲利比书的二章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杯 请 凡事不可结党 不可贪图虚伏的荣耀 只要存心兼卑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好 然后再看二章的八节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好 所以我们要来做一个小小的结论 就是说从圣经的用词 还有跟这个基督的样式里面来看 圣经里面对于温柔的解释是什么呢 就是要放弃自己原有的权利 原有的地位 不是只是站在一个原来自己的地方或是原来那个高处 而是愿意跟另外一个人跟对方站在同样一个平面上面 所以温柔它不是一个本位的 温柔它不是从我来做出发的 好 再来呢 这个温柔它其实我觉得它也有尊重的一个含义在 因为其实我自己体会 我自己体会上帝对我们最大的温柔 就是他把耶稣基督这个爱子赐给我们 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可是呢 他给我们自由意志 他让我们自己来选择 他尊重我们的选择 即便他把他的儿子都给了我们 死在十字架上 他也不强迫我们去接受 接受他 所以他其实这里面的这个温柔 我觉得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温柔 就是给我们这个自由意志 他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尊重 他给我们完全的尊重 来尊重我们的这个选择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 像耶稣基督一样 我们是可以不站在自己的位置上面 我们愿意放弃我们原来自己的认为 想法 主观 而愿意去站在另外一个人的方 另外那一方 去跟他互动的时候 去站在他的角度来思想 去尊重他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就是圣经里面 所告诉我们 所教导我们的温柔 那如果我们拥有温柔 其实我们跟人的关系 我们就会是亲密 可是很多时候 我们跟人的关系陷入一个僵局 常常就是因为我们 只站在我们自己的一个位置 坚持自己的看法 或者是我们紧紧地 抓着我们自己的感受 但是主耶稣他教导我们的这个温柔 是我们要从我们原来 我们自己认为的这个本位 好 自己认为的这个放弃掉 而去站在跟另外一方 同样一个平面 去理解对方 好 所以讲到这边 大家会觉得 可以下课了 对不对 因为讲完了嘛 因为反正就是基督徒嘛 就是要像耶稣基督一样温柔 耶 口号 口号 好 很会讲 对不对 可是呢 我发现 我们都知道 我们也很想要成为一个温柔的人 因为你会发现 其实我们的关系里面 其实常常是卡卡的 好 可是我发现呢 我们也知道温柔很好 但是呢 要成为一个温柔的人 你就会发现 其实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落差 我们好像很难去实践这个事情 那我自己呢 其实也在学习温柔这个功课 好 很久很久以前 我常常跟那个 我的教会的姐妹们讲说 你们在教会叫我师母 我在家其实是个母师 好 其实真的很不容易 要当个温柔的人 好 所以如果你们想到 什么河东师吼啊 这样的成语 我真的不会怪你们 好 我就发现说 其实真的要当一个师母呢 要当一个温柔的人呢 真的不是很容易 好 所以我就发现 在我自己学习温柔的过程里面 我发现有好几个因素 会阻碍我们温柔 好 第一个 好 第一个我就发现说 其实呢 当我们如果感到受伤的时候 我们就很难温柔 好 因为当我们感到受伤的时候 我们就会很想要保护自己 好 保护自己的时候 你其实你那个 你就是那个壳 有没有 你的乌龟壳就跑出来了 所以你其实你很难温柔 你也很难去跟人连结 第二个呢 阻碍我们温柔的第二个原因呢 我觉得是挫折感 好 是挫折感 就是我们会 因为当我们挫折的时候 我们就会很想要用我们的方式去证明 我们是有能力的 我们是正确的 所以这个时候温柔就不会是我们的选项 因为我们跟对方的关系 我们就会只想要赢他 对不对 我们想要证明 好 证明我是对的 好 所以在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觉得挫败 觉得挫折的时候 其实我们反映出来的也不会是温柔的样子 好 那这两种心情呢 会让我们的表现出来的时候 往往都会是长满了刺 好 那我们跟人的那个沟通的样貌呢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指责的 好 就会是指责的 然后我们跟人的那个连结呢 会是断绝的 所以我们可能一下子是刺猬 我们一下子就是乌龟 好 就会变成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没有办法真的温柔 那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要温柔的话 我觉得我们要先可以消化这两种感觉 因为如果我们的心里面都是这些挫败 心里面都是这一些 这一些受伤的感觉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其实就会没有空间 可以去替别人想 去站在别人的地方想 然后去跟别人保持这样的一个连结 你就很难站在跟对方是同样的一个平面 因为当你很挫折 很失败 你觉得很挫折 你觉得很受伤的时候 其实你的心里面的空间其实就是不够 你就是没有办法 有心里的空间可以去跟人做一个连结 而且呢 同样的我在发现就是说 其实呢 这种挫败跟受伤的感觉 其实常常跟我们自己 怎么样看自己有关 还有呢 就是我们怎么样期待自己有关 你会不会觉得很抽象 讲到这边 大家可能觉得有点抽象 对不对 所以呢 我就举一个我生活里面的例子来讲 才刚发生不久 是新鲜的 新鲜的例子 大家就知道我们那个七月嘛 就是今年的七月 我们不是跟我娘牧师就回家 回金门老家 那个去放暑假这样子 那我们呢 我们家一到金门的那一天呢 哇 我们的那个金门的亲友 就非常的热情 就说要请我们吃饭 所以当天晚上 我们就跟人家吃饭 那吃饭就很开心啊 聊天啊 但你知道吗 当媳妇的可不可以举一下手 你知道跟那个夫家吃饭 然后跟那一年两次 才吃两次饭的人 你就会尽可能再聊聊聊 但你聊到某个程度的时候 你就开始觉得有点尴尬 对不对 就会开始有点尴尬 所以我们那天吃完饭的也是呢 就大家都吃完饭啊 很开心啊 然后就在聊天 那小孩就开始觉得无聊了 小孩就说 妈 我们要去附近的公园走一走 那因为你知道我已经开始有点尴尬 不知道要讲什么 我就说好好好 那我跟你们一起去 我就说要跟小孩一起去 就想要旧此 想要酸嘛 对不对 然后就一起去 然后他们小朋友说 是那个附近的公园 因为他们那种青春期嘛 走那样的距离 真的算是一个附近的公园 可是其实对我来讲呢 其实他真的是 有一段距离的公园 然后呢 而且你知道金门呢 不像台北 台北不就灯火通明啊 都很亮啊 对不对 那金门不是这样子 然后也看不太清楚 他的那个路名什么的 反正我就跟着他们走走走走 就走到公园 那个公园非常的大哦 金门的公园设施 真的做得非常的好 然后他们那些设施 都是那种国外 那种 playground的那种 很厉害 很先进的那些游乐设施 所以小朋友就在那边 玩得很开心很开心 那玩了一下下 我就在 其实我就在旁边陪他们 然后就看着他们这样玩 就好像小时候一样 我陪伴着他们 守候着他们这样子 然后就看他们的玩玩玩 大概过了十几分钟 我男牧师就打电话来说 你赶快回来接我 还有妈 我婆婆也有去 为什么 因为他喝了一点酒 所以现在没有办法开车了 他就叫我回去接他 然后我就跟小孩说 爸爸说要我们回去了 这个时候呢 我那两个青春期的孩子 就说好啊好啊 那你自己回去 我就说自己回去 自己回去 可是刚才我来的时候 我没有记录 然后天又很黑 对不对 然后我又怕黑 我就说可是我 我没有办法自己回去 因为我没有 刚才没有记录 我没有办法记得路 记得那个路这样子 然后小孩就说 没关系 你就自己回去 你就自己回去 他们就把我 就是叫我要自己回去 然后当下呢 你知道我就觉得 很生气 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 那你们再玩个十分钟 我们再走 他们还说不要哦 他说不要不要 我们还要玩更久 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叫我回去 然后我就很生气 我就立刻掉头就走 掉头就走 然后我的心里面 就有七上八下 就有很多很多 骂人的话 我就想说 这些小孩 真的是太不知道 我的苦心了 我为了你们 我放下我的工作11年 我当一个全职妈妈 11年 然后这11年 我都没有收入 然后都为了你们 你们今天既然这样子对我 你们既然这样子遗弃我 心里面的那个小剧场 就通通都跑出来这样子 然后我就很难过很难过 可是在我掉头就走的那一秒钟呢 其实小孩有立刻说 好了好了好了 我们再玩十分钟 可是其实我已经完全没有办法 再接受他们提出的方案 我的心里面就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一个生气 所以我就非常的生气 我里面就有一种被拒绝 被遗弃 受伤的感觉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我再来我也觉得说 我自己很失败 我觉得我自己很失败 就是我 放下我的工作 我陪小孩11年 我竟然交出这么 狼性口肺的东西 我竟然交出这么没有同理心的小孩 然后我的牺牲 我的努力 竟然要换来这种被遗弃的结果 我就很生气 很难过 非常的沮丧 非常的沮丧 刚到金门的第一天 就这么沮丧 好 我来讲这个过程是 我要来举例是 你看哦 在这样的一个事件里面 其实呢 我们受伤 跟我们这个挫败的感觉 它会触发我们的恐惧 而且呢 它会源于我们对自己的看法跟期待 因为这个挫败的感觉 它其实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恐惧 而且呢 它也是对于我们的一个 会源于我们的一个期待 我们的受伤 或是我们的挫败 其实呢 往往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受伤的感觉 好 然后呢 我们往往是因为我们其实 对我们自己是有一个看法跟期待的 好 那这个 而且这个恐惧跟挫败 它往往会催化一些事情 就是当我们恐惧 我们没有安全感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会防卫 然后当我们挫败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要去证明自己是对的 是成功的 然后我们就会出现攻击 论断 定罪对方 好 所以我才会说我 对不对 在那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就定罪我的小孩 好 那么这样一来呢 其实我们就没有办法 使我们 温柔了 好 然后呢 而且呢 这个东西呢 当我们出现了 我们去攻击 我们去论断 我们去定罪别人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关系 就会像那个骨牌一样 它就会 一路的就会打倒下去 所以我们的关系就会僵化 我们的关系就会疏离 所以你知道挫败 这件事情 其实是很恐怖的事情 因为如果你觉得你是挫败 如果那一天 我觉得很挫败 对不对 如果我挫败 你觉得我会做什么 一个挫败的妈妈 觉得没有把小孩教好的妈妈 会做什么事 我可能会把他们叫来 对不对 然后跟他们训了一对 然后告诉他们 做人要有同理心 好 要孝道 等等等等 可是你觉得这些 对我们的关系会有帮助吗 没有 一点都没有 可是挫败 就会驱使我们 去做这些事情 为了是要证明我们是对的 我们是正确的 我们就会变成是这个样子 那受伤呢 受伤我觉得它是源于 我们里面的一个恐惧 你知道那天我才发现 原来我的里面 是这么这么害怕 被遗弃的 当我在很黑的那个街里面 自己这样走回来的时候 我竟然里面才发现说 哇 原来我里面 还是这么的害怕被遗弃 所以我们的心里面的那些 那些受伤的感觉 它很有可能是源于我们一个 很深很深的恐惧 然后我们那些挫败的感觉 它很可能会让我们 会触发我们去做一些事情 而当你去做那些事情 要证明自己是对的 是成功的 这个时候反而有可能 我们的关系会越来越糟 越来越僵硬 越来越遥远 所以我觉得会阻止我们温柔的 这两个感受 我觉得我们要 可以非常的留意我们自己 这两个感受呢 第一个刚才我讲的 就是受伤的感觉 第二个就是挫折的感觉 这是前面两个 第三个 我觉得呢 阻碍我们温柔的原因呢 可能相较起来是 你的动机是好的 但是呢我叫它是 本位主义下的爱 会阻止我们温柔的原因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都很渴望有亲密感 特别是跟很重要的人 可是你会发现 你跟你很重要那个人 你们的关系 常常是那种相爱又相杀 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你又爱他 但是你又刺伤他 你们就是互相明明很相爱 但是你们其实却又常常会 非常的受伤 那我觉得很可能是因为 我们在对待别人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很自我的 我们是很从我们的本位来出发 我们对他人的爱呢 是非常的本位主义 我们喜欢用我们认为好的方式 正确的方式去爱他 甚至呢有的时候 当我们去帮助别人的时候 我们也很喜欢站在一个 我比较优越 我比较棒 我比较厉害 你是一个比较差的人 所以我去帮助你 都站在一个很本位主义的 一个方式去帮助他 而不是去理解 对方需要的是什么 没有办法跟对方 站在相同的平面 当我们没有办法去 站在跟对方相同的平面的时候 我必须要说 很多时候我们的爱 其实很粗糙耶 其实是很粗糙的 非常的粗糙的 而且甚至我觉得很可怕的就是说 我们没有办法察觉自己是这个样子 甚至呢 我们还会反过来指责别人说 你为什么都不懂我的苦心 为什么辜负我的好意 我们常常带着一个受伤的心 去跟别人互动的时候 其实就算你的动机 是为了爱他 都有可能表现出来 长出来的是指责的那个样子 我再举一个我们家的例子给你听 真的呢 我们家的例子怎么这么多 我们家呢 有一个高中生 大家都知道是谁嘛 高中生 你知道他上高中 你知道他国中呢 他国中我就是雇他 把他雇得好好的 那个早餐也要弄给他吃 晚餐也要弄给他吃 可是他到了高中以后 他就宣告说 妈妈 高中了 我要自己在外面吃早餐 但你知道呢 有一种营养呢 叫做妈妈觉得营养 他虽然都有吃早餐 但是我觉得呢 他买的早餐呢 都不营养 都是那种什么碳水化合物啊 然后那种很甜的东西啊 我都觉得不是很营养 我觉得呢 一个好的早餐呢 应该是要有 那个什么 蛋奶 蛋白质啊 这些东西的 可是呢 如果我很坚持的 每天早上都起来 帮他预备蛋白质的早餐 可是他又不喜欢的时候 我可能就会觉得很受伤 然后呢 我会给他贴一个标签 就是不懂妈妈的苦心 不懂事 好 这些罪名 可是如果我换一个角度 站在一个高中男生的立场 去想他的时候 他这时候需要的 不是蛋白质营养的早餐 他现在更需要的可能是 独立 自主 自己做决定 对吧 好 所以呢 我要换他的这个立场来想 好 所以当我愿意换他的立场来想的时候呢 我就不会 勉强自己起来做那个蛋白质的早餐 而且我觉得我也比较有空间 可以跟他讨论 就是什么样的早餐是比较营养的 好 那你在选择的时候 要往这个方向来寻找 所以我要表达的就是说 很多时候我们这种本位主义 自以为的爱 其实是很粗糙的 好 甚至有的时候呢 我们还把自己放在一个受害者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角度去想自己 好 我觉得这是很恐怖的事情 然后呢 我们的关系就会一直在那个循环里面 一直循环里面 就是我爱你 可是你不灵情 我爱你 然后你跑掉 我爱你 你还不懂我的苦心 然后你给他贴很多很多的罪名 然后我们的关系就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 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阻碍我们温柔的原因 是因为 其实我们是用我们本位主义下的这个爱 在跟别人在跟别人互动 而不是站在别人的立场来想他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其实很少聆听别人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只管我们自己想要给人家什么 好 这是第三个阻碍温柔的原因 第四个我觉得阻碍温柔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常常带着自己没有消化的焦虑去爱人 好这个就在我们家呢 也常常跟我的老大有发生过 我常常就会很焦虑很焦虑 就对于他的事情很焦虑很焦 然后我就会打开他的房门 然后跟他讲了很多 然后有一次呢 我的女人呢很有智慧 他就说妈 你这样开我的房门 帮我骂一顿是要干嘛 可是你知道我从来都没有想要骂他的意思 可是我表现出来的那个样子 因为很焦虑 对于他的某些事情很焦虑 我觉得我是去提醒他 可是呢 打开房门 跟他讲的那个表现出来的 他感觉到的是他被骂 他感觉到他是被骂的 所以我发现说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会 带着这种自己没有消化的焦虑 去关心别人 那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我们真的往往其实没有办法温柔 因为其实我们带着太多自己的心情 没有处理 我们就很难跟别人是同样一个平面 我们跟人的互动的那个样貌 其实都是很着急的 很指教的 其实对方他们往往感觉到的不是关心 他们往往感觉到的是被指教 被指责 所以他们感觉是被刺到的感觉 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个渴望跟他很亲密的人 但是你发现其实他越来越不想要靠近我们 或者是说他其实有点想要逃避我们 甚至是有的时候他可能是向我们宣战 很有可能其实他也已经是一个受伤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可能可以来想一想 可以我们可以回到我们自己来想一想 就是我们是不是用我们自己 我的这个本位主义在跟他互动 好 那最后呢 没有最后 没有最后 还没有 还早 好 只是一个小小的结论 所以呢 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在人际关系里面温柔的话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 所有的人际关系的焦点是上帝 这样讲其实听起来好像也是有点不太理解 好 我慢慢的来说给大家听 就如果我们去看耶稣基督他的温柔 他道成肉身 他其实就是站在我们做人的这个角度来看 那如果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温柔 应用在我们的人际关系的时候 其实就是我们要从我们自己的位置下来 我们要去理解 去倾听对方 这是我今天最想跟大家表达的一个温柔 如果我们要像耶稣基督一样温柔 我们不是用那个我来跟别人互动 我们的内心 其实我们就需要来被圣灵来掌管 真的我们需要 我们的内心需要被圣灵来掌管 我们的里面 我们的心里面才能够够强大 才有办法来温柔 我们的跟人的那个关系里面 那个焦点真的是上帝 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些人际互动的这个一个事件里面 你觉得好像你被折损 或是你觉得你好像被消耗的时候 你一定要赶快来到上帝的面前 来厘清来交出去 那我觉得以下有几个步骤 就是一共有三个 第一个 我觉得当你觉得 你在这个人际的互动里面 你觉得被受伤 你觉得折损了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 你很重要的就是 你一定要尽速的 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倾诉 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倾诉 你一定要把你所有受伤的感觉 这一切的情绪 来到神的面前 你来跟他讲 倾诉他 他是很愿意 很温柔的 听我们在说什么 你一定要让你的心 尽快的 让上帝来介入你的心 上帝他会介入你的感受跟想法 因为如果你不让 这个时候不让圣灵来掌管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的挫败感 跟我们的恐惧感 会让我们更多的去扭曲我们的想法 而且会去做出更多奇怪的事情 就会导致我们关系的一个恶化 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来到神的面前 那你知道圣灵是保慧师 他是安慰者 他会使我们有能力 去放下我们原来的这个框架 已经有的成见 已经有的这些感受 因为当你放下你原来这个框架的时候 其实你就有更宽广的一个视野 所以你可以怎么跟神说呢 你可以跟神说 主啊 我要把这些负面的感受 负面的感受有哪些你可以自己说 都交给你 你把平静给我 然后在这个感受当中 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你安静下来听神跟你说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个事情 就是你要求圣灵引导你自己 认识你自己 你要求圣灵引导你 可以更多的来认识你自己 因为当事件发生 让我们不愉快的时候 我们要更深的让圣灵来引导我们 你可以跟圣灵说 圣灵请你帮助我 更深的认识自己 有没有什么我的恐惧 是我没有觉察的 你帮助我 你看见我里面那个需要什么 你看见我里面那个最深层的需要 到底是什么 第三个 你可以求圣灵引导你 看见你没有看到的面向 你可以说主啊 帮助我从对方的角度 或是主啊 你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 圣灵他就会很奇妙哦 他会帮助你 去把事情看得很透彻 在我刚才那个公园的那个故事里面 我就是这样子跟上帝祷告 然后圣灵就光照我 圣灵就说 他们其实就是只是想要在公园多玩一下而已啊 根本就没有要遗弃你的意思 也没有是你的教养有问题啊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们就只是想要纯粹的玩一下 刚才你们是不是也都很清楚 就整个故事的发展 我里面自己很多小剧场 可是当事人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那我觉得呢 其实在我们的亲密关系当中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也很有趣 也是在我这样的一个 跟上帝的互动里面 我发现的 就是在亲密的关系当中 很多时候我们很喜欢指向自己 就是 他今天这样子做 是不是因为我没教好 是不是因为他不喜欢我 是不是因为 你什么都要指向你自己 他是不是因为我不够好 我不够尽责 我没有当成一个好妈妈 他今天做这个决定 是因为 什么都要指向你自己 你会发现在亲密关系当中 我们很容易指向我们自己 所以呢 我给大家一个思维 就是呢 他的那个作为 跟我不一定有关系 因为当你可以这样子想的时候呢 这个思维 他其实会帮助我们去 拿掉我们原来的那个 自己以为的那个主观的一个认定 那个主观的一个框架 所以呢当我如果 以刚才那个 我那个孩子那个例子来讲 如果我要一直紧抓着说 我没有把小孩教好 如果那一天 我后来的结果 没有把他教给神 我记得结果就是 我没有把小孩教好 我就会呢 在生活里面不断地想要再更多地教导他们 什么叫做同理心 什么叫做爱心 什么叫做体贴 我就会可能会是这个样子 可是如果你把这个 他们这个决定 他们这个做法 不一定与我有关系的时候 很多时候其实你就可以放掉 你原来自己所认为的那个事情 所以如果你可以放掉说 他的作为不一定与我有关系 其实我们就可以比较能够中立地去看待事情 比较不会让你自己绞在那个里面 然后我们就有比较多的机会 可以从别人的立场 别人的想法来想那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在 我觉得我们的心里面 如果我们要可以温柔 我觉得我们的心 一定要可以被上帝所接管 你不要让自己里面的这一些 自己的感受 自己的主观 自己的认定 让你的心充满这些 当我们的心被这些自己的东西 给充满的时候 其实你很难 你就很难去看到对方 那你要怎么样把自己这些东西 可以厘清 我觉得最好的方式 最快的方式 其实就是你立刻到神的面前来 把他交出去给神 然后问问看神 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 对你有什么看法 然后在神的面前 你可以更多地来认识你自己 里面有没有很多 你没有预期到的不安全感 恐惧感 这些 而当我们在神的面前去 厘清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真的回到人际的关心里面 那个焦点其实就会是上帝 因为只有上帝他可以 他可以是你的完全的满足 完全的安全感 完全的可以是你的需要 他可以来填 填在里头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 所有人际关系的互动当中 我们的焦点是上帝 而不是对方 这件事情真的其实蛮不容易 你要很有意识地提醒自己 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焦点是上帝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会知道我们自己是谁 我们就会更加地确认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我们的价值感 我们的意义感 是来自于上帝 而不是你的父母 你的配偶 跟你的孩子 很多时候我们在人际关系里面 陷入到一个困难跟僵化 是因为我们把我们的价值 把我们的意义感 建立在重要的他人上面 建立在你的孩子 建立在你的父母 建立在你的配偶上面 可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人际关系的那个焦点 回到上帝的时候 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的身份非常的确认 我们的价值感 意义感 都是来自于上帝 这个时候其实你就会比较有安全感 你也比较可以去站在对方的立场来想 然后再来是 我觉得当我们的人际互动的这个焦点 转向上帝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会更加地认识对方 你就会知道这个人 你的这个重要他人 不管是你的父母 孩子 配偶 他呢 其实呢 跟你一样 他的所有权不在于你 他的权柄不在于你 他的权柄 他的所有权在于上帝 他跟我们一样 他跟我一样 都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个体 所以当你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会更有一个健康的一个界限 去能够去尊重他 而且呢 当你会发现说 如果你可以知道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他有责任 去面对他自己生命的课题 他需要为他自己的情绪 跟他的决定来负责 而我们就不需要扮演救世主 去拯救他 或者是去承担他的情绪 所以我觉得所有的人际互动里面 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把那个焦点 放在上帝的身上 而不是对方 而不是对方 你就会知道你的所有的价值感 意义感 一切都是因为上帝 你今天成为任何一个角色 其实都是因为上帝给我们的呼召 我成为母亲 成为妻子 成为女儿 其实这都是上帝给我的一个呼召 我们一定要对焦的是那个上帝 然后同时 在你对焦于上帝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对方 他必须 他也要为他自己 他的生命来负责 所以你就不需要一直去当一个救赎主 一直要去拯救他 那当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心里面 真的 真的 你就会比较有更多的空间 你可以去理解 去倾听 去认识对方 然后呢 接纳彼此的差异跟有限 然后温柔 他就可以自由的流动 在我们的关系当中 我们就可以更多的坦白 更多的舒服 更有安全感的 可以说自己 那么我们的关系 就会真的是我们 就真的是会是我们 然后我们的关系 也会比较是亲密的 比较靠近的 而且当你愿意去认识对方的时候 你会发现 哦 原来对方有这一面 你会觉得很新鲜 原来你自己养大的小孩 原来有这样的一面 你就会觉得 好像很新鲜 你就认识他 你就认识他另外的那一面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关系里面 我们一定要回到上帝 那个焦点要回到上帝 好 最后我们要来看这段经文 我们要一起来读 马太福音 五章五节 温柔的人有福乐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这是马太福音他告诉我们的 其实我觉得我们一定要相信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的身上 其实都已经有这个温柔的特质 因为我刚才讲到 耶稣基督他是温柔的 而耶稣基督这位神子 他也创造了 他也参与了那个创造 所以他竟然是温柔的 而我们又是被三位一姐 这个神所创造的 所以其实上帝早就把这样的 一个温柔的特质是给我们的 而且是给男人 也给女人 那承受地土的意思呢 其实就是上帝他想要把 一切的丰盛给我们 他要把他的产业给我们 因为一个人他其实快不快乐 并不是因为他的财富 跟他的财富多大 其实是没有关系 真正会让一个人感到幸福的 其实是他的人际关系 是不是能够给予爱 能够享受爱 那上帝赐予我们这样的一个 人际关系的一个网络 其实是要我们可以享受的 而真正可以存到永远的 其实是爱 所以他这边讲 温柔的人他们必承受地土 必承受产业 而一切神给我们这个 人际的关系 这个人际的里面 这些产业 这个爱 只是神要赏赐给我们的 我们一定要知道 要享受人际关系的美好 我们的生命当中 一定要有上帝 除非上帝进入我们的生命 否则我们没有办法 成为原来上帝要我们成为的样子 而且我们的任何的关系当中 我们一定要记得 不能让那个人来取代上帝 在任何与人的关系当中 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敬拜神 透过祷告 透过向神的请心吐意 神会对我们说话 而且圣灵 他会浇灌我们的心 圣灵会使我们有爱 那我们的温柔 就可以在我们的关系当中 很自由地流动 我们的关系也是会更加的亲密 而且也会更多的新鲜感 更多的成长在我们的关系当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